這裡是台北市饒河街裡面的一間夾娃娃雞店 它感覺蠻大間的 但是沒有人 感覺沒有人手在顧 你看台北的雞台啊 它就是它的洞口 都會像 你們看一下 都會像這樣子凸出來 其實就是不是很好夾 我都覺得這種 真的超難的 對就是都會像這樣子 會有架那個架筷子啊 架支撐架啊之類的 原本是有直接在場面 就是場上做介紹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聲音都不見了 所以用配音的方式 你看他們這個 這個有沒有補得很滿啊 就是像這樣子 飲料有沒有 他們如果台北人如果來台南夾的話 就會覺得說 哇我們台南怎麼弄縫行 你看這金沙 但是我真的要覺得說 他們的有一些雜貨啊 真的還蠻可愛的 我後面也有拍 像這個恐龍 它是用這種鞋板式的 對然後旁邊插筷子 機台也是蠻多的啊 超多的 這個也很可愛 我是小星空 羊羊是小星空 所以我看到小星空 我都覺得很可愛 然後這個 我覺得雜貨是很可以的 你看這小星 這也太好看了吧 不過因為 當天我就是上台北 還要再去尋其他店 這個也很可愛 我也好喜歡喔 對啊 我那一天怎麼沒有 稍微加一下 對我覺得他們的玩偶 就是質感都還蠻好的 可是說真的 我覺得不是很好加 尤其像我們這種新手 你看插筷子 很神奇 然後這一天 大概是下午的三點鐘 也沒什麼人 對 餅乾就是像這樣子 也沒有補得滿 這一台也很可愛 漢堡 應該是零錢包 然後 這個是 那個 洗衣球的 鑰匙圈 它外面有一個外盒 我本來還以為 它是裝一顆咧 呵呵 炸來 王偶 對 雞彈 其實雞彈真的還蠻多的 你看這個 這個也很好看 角落生物 就是我真的覺得 他們的雜貨質感 真的 擺得還不錯 但是如果要 假的話 需要很大的技巧 你看這一台 這一台 小心的 好可愛喔 我怎麼沒夾 呵呵 故意沒有夾 好可愛喔 我現在在看我後悔了 我應該要夾一下才對 對啊 就還蠻困難的 難怪台北人 我台北 台北認識的五分部 他們都說 他們沒在夾的啦 他們都說 這夾不到啊 會被騙錢的 哈哈 哈哈 他說 他說我很扯 看這個質感也很好 我真的覺得 你看 這一間是真的 他的東西 值得介紹 所以我才有 牌 他的東西真的還蠻有質感的 就是鑰匙圈這一些的 都選得很不錯 而且 你看這一個 大象也是 質感真的超好的 我覺得你們可以過來看看 這些網紅真的還蠻好看的 質感很好